游泳学很恶心 全国招生人数一 你敢考吗 还没见正儿问我 张老师难道那个人就不会是我吗 你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胡郎之词 你觉得那个人会是你吗 你们家祖坟着了 梦音都不行 着了 一个雷劈下来着了 打119没信号 而到了英语同学 你会发现英语这一科 他考个高分难不难啊 是不是很难啊 对吧 那老师英语我能考40多分 我能过线 你考的就可以了 那老师我能考50多 不错了 那老师我能考60多 你考的相当不错 那老师我能考70多 你就牛逼了 那老师我能考80多 你牛逼大了 那老师我能考90多 你们谁能考90多告诉我 知道吗 我在北京动物园给你买个摊位 你可以收门票了 知道吗 我们买票就参观你去 下一期人与自然 我们都拨你了 走进科学就是走进你 一个新的乌鲁再生了 就是你 知道吗 我不是学相声了 我再再声明一下 你找乐子别找我 你知道吧 有东西更过分 我去年在河南 一个地方讲课 一个大哥更过分 你说你自己来找乐子 就算了吧 他爸他妈 他爷爷他奶奶 全来了 哪儿把那人都做前面 你知道吧 你们乐他也在那乐 他爷爷乐得最欢 你知道吧 乐外一会儿上来跟我握手呢 耶 张老师 你下手还来啊 气死我了 你知道吧 你们能看出来 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谁说我学学相声专业的 赵旭风老师 一名德鱼硕再逃人员 上课那叫一个单口相声 他到对数学这科的理解 他是这么说的 你们发便发现 数学有个很恶心的特点 你会发现这一科 牛逼的是真牛逼 政治的十分大题 你不会的 你可以乱写啊 英语的作文不会写 你可以超越读理解啊 数学的题不会的怎么办 你他妈只能写个写啊 我有我的生命做保障 没人跟你争 你都不用复习 你给老师打电话就行了 你说老师 我准备考你们七级哈尔大学 老师一听同学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说的就得考不太反悔的 听见没什么 不用复习 他会把卷子给你发过来的 他怕你考不上 知道吗 当你同学准备复试的时候 你是不用准复复试的 因为迎接你的 没有复试 只有欢迎仪式 知道吗 下了火车以后 你会发现那场面 那真是螺谷熏天鞭炮其名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还电视台记得过来采访你呢 同学你咋想的 是吧 我的天 那学生问如何选择专业时 他是这么回答的 为什么当老师 我爸老师 我妈老师 爷奶奶生存救世 为什么当医生 我爸医生 我妈医生 爷奶奶持久医生 有的专业就不能这么说 有个专业就物流 大家听说过吧 但有位大哥就是 老师问他 你为什么学物流啊 老师 我爸干物流的 我妈干物流的 爷奶奶都干物流的 老师说同学 你他妈想好了吗 我是中国第一届物流本科生 你说你爷奶奶都干物流的 你爷奶奶干嘛的 说叔叔妹妹不准走 大哥一看 我靠撞枪口了 但是大哥灵机一动 说句话 他说老师 我爷爷奶奶以前 是开标局的 中国考验副导界 我是唯一一个 可以把考研 讲成单口相声的人 然后有的人听我的课 就不是为了来听课的 她是为了来听相声的 前两天有个太远的 一个女生 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张老师你好 我特别喜欢你的课 你每次来 我们学我都去 也给我激动的 你知道吧 我说同学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我说你考什么学校啊 我不考研 我说你不考研 为什么听我的课呀 给我回了三个字 找乐子 有同学更过分 我去年在河南 一个大哥更过分 你说你自己来找乐子 就算了吧 他爸他妈 他爷爷他奶奶 全来了 哪把那人就做钱 你知道吧 你们乐他也在那乐 他爷爷乐子最欢 你知道吧 乐外以后还上来 跟我握手呢 一掌老师 你啥时候还赖呀 我现在很多娱乐船人 也在观众 真的 很多学生在关注我 把我跟素条宝 分在那里 我觉得我最起码 长得你的白吧 你这肯定不是 从我肤色来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很多人还问我说 张老师 你自己有没有 往这个娱乐圈 发展的计划 说实话 这个发展的计划 倒是没有 但是最近呢 一直在娱乐圈 作为游总 对吧 这个 比如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近一直在参与 录一个节目 对 然后的话 说实话 同学 原来吧 我是觉得 我是做个教育界的 一股清流 能够去进化一下 这个娱乐圈 听说贵圈很乱 对不对 后来我到这个场 我发现呢 不会什么带会 就不错了 后来发现 跟他们比 我这太棒了 知道吗 那人家都是奥迪 我他妈这就是养 成为一个名人以后 成为一个网红以后 对吧 成为一个网红以后 你们知道这个 这个事给我带来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吗 就是你不能做你自己了 就是很多 你想说的不能说了 你想做的不能做了 因为你会发现 你的粉丝当中 就有一大帮人 知道吗 他妈直接喷着你 反正了 那帮团队 他妈干啥都可以 反正你干啥都是不对的 知道吗 你放个屁 你做个老师 你怎么能不能放屁呢 你没放过屁是吗 然后的话 因为没办法 因为关注你的人 实际上太多了 知道吧 然后的话 现在很多娱乐团队 已经在关注了 真的 很多学生在关注我的时候 把我跟宋桥宝 放在那里 说实话 同学 原来吧 我是觉得 我是做个教育界的 一股清流 能够去净化一下 这个娱乐团 听说贵圈乎乱 对不对 后来我到那个团队 我发现呢 我不为他们带号 就捕错了 知道吧 真的太疯了 知道吧 真的 我原来我觉得 我就是个老司机了 后来发现啊 跟他们比 我这太棒了 知道吗 那人家都是奥迪 我他妈这就是雅 你知道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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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你在晚上睡宾馆的时候 隔壁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你 我一定去 为什么 老师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家就内蒙的 我这次来复事呢 顺便接下我未来的婆婆 我未来的婆婆 特别的喜欢我 到宫门买房了 说了毕业就结婚 老师一看我 操事肯定来啊 对吧 把你照顾还能考虚实 社会上人考不了四路级 能不能 把这玩意 就能上过大学 四路级大三楼过了没 有没有没过的 有还没有自信 没过没关系啊 这次没有过 还有下一次 知道吧 下次也没有过 还有下一次 知道吧 老师我当时大学毕业四季都没过 同学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大学毕业四季都没有过吗 当时告诉你原因啊 因为同学你注意 你的命中注定呢 就没有四季 知道了吗 你不相信你做生命啊 你五行缺四季 真的有人五行缺四季的 我们那天上大学就有一个大哥 五行缺四季 知道吧 四季考了四次 第一次四八二次 第二次四八二三 第三次四八二次 第三次茶坊也认不下来了 知道吧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 他能上前派饼的事情 知道吧 他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他干嘛呢 他一天上厕所 他干了一个事干嘛呢 他找了四个同学 加上他自己五个人 买了一份四季单 就使得这个答案过呢 最后的结果呢 人家四个都过了 他自己又没说 说明他买了答案是个真答案 那问题出在哪呢 因为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手机一个东西 还能在进考场呢 知道吧 说出现给他发考中答案 结果这位大哥手机没信号 人家都说了 大学老师在忙人 现在他想升职加薪 平职生 是不是得需要学历的加持啊 所以当年硕士一毕业 就等大学老师那帮人 他现在会争你去读 跟你去争读博士的名额 都明白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读博士还有第三代压力 什么压力 毕业压力 这玩意不好毕业 大家听说了吧 博士这玩意很不好毕业 你们知道博士正常几年毕业 五年毕业 知道吧 正常五年毕业 我跟你说同学 五年毕业正常的 知道吧 那老师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很多 网上经常有这样的新闻 什么新闻 一个学校大批量 轻推硕士轻推博士 大家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吧 轻推硕士的条件是什么 硕士我们的学制是 两年到三年 对吧 但是如果你说是 读了五年都没毕业 强制 强制你就是 就是就给你退学了 能明白吧 强制退学 博士什么时候 博士是八年 你八年都没毕业 你都毕不了业了 老板就把你交到办公室 同学 鬼子都被我们打跑了 你还在这儿呆呆啊 这就毕不了 男同学学童母 万万不要去考 女同学 找男朋友 万万不要去找的 这个专业叫做 桥梁里隧道工程 为什么不要找这个专业的 求求去隧道的 求求去隧道去哪儿求啊 从大山里边啊 你给大山掏过窟窿 那不叫隧道吗 你给两个山架个桥 那不叫桥梁工程吗 对不对 学这个专业 我跟你说找不到女朋友的 我一个同学就是 误入其不学的这个专业 本科没有女朋友 研究生没有女朋友 等你讲着工作 再找个女朋友吧 兴兴兴跑到工地上 工地上发现 后来半个月啊 就有两个女人 就见过两个月 一个老板的老婆 一个做饭的大妈 大哥当时思考了半个月 觉得碰哪个都不合适 后来绝对回来考博士 还哭呢 哎呀 太干嘛操了 两个女人都没有是吧 哎 我说你不错了 我说你真的 你找了个女朋友以后的话 你出去时就飞不到去了 你媳妇自己在家 你放心啊 是不是 我让你我就不放心 是吧 初七年多回来还得半岁了 好吗 是不是 被革命老王得逞了 我找了个男朋友 他对了三十个 赶紧分手 所以他把你干死了 买在那谁都找不着 我一次的能力太强 天真的对方 赶紧分手 懂了 接着去找一个文科生 跟老外踢球知道吧 有一次踢着踢着 对方我对人中暑了 知道吧 一看一个大老黑 你知道吧 赶紧站着呢 就倒下来知道吧 噢 出事了 别他们上新闻林博 对不对 一帮人就赶过去了 看看这个大哥怎么回事 你知道吧 一看是个老黑 一问家是哪的 非洲的 后来医生一过来干嘛 中暑 这哥们起来就哭了 你知道吧 我他妈在家都没中过暑 泡到中国中暑来了 真的就 太热了 你知道吧 冬天特别的冷 你要知道 南方冬天的冷 没有暖气 你知道吧 你们知道 没有暖气的冬天 怎么形容吗 用四个字形容 知道怎么 哪四个字吗 有南方同学吧 四个字同学 无处可逃啊 哪都冷啊 他妈外边的屋里更冷 知道吧 同学你知道晚上睡觉 冻鼻子是什么感受吗 你说你冷了 你可以盖鼻子 鼻子在外面呢 你怎么办 你盖他 你他妈就死了 与你来讲 不一定是好的 能明白吗 他认为比较好 他会自己很主观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大家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 你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他的标准不一定是用女 找导师也一样 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 你问的那个师兄师姐 他不是那种 就是喜欢控制型导师的那种人呢 对吧 说不定他很享受啊 对吧 你问他哪个导师比较好 啊 Come on 再狠一点 这都不好说 知道吧 这都不好说 所以说你不要问那种 你要问什么 你比如说张老师 我的目的心很强 张老师 我就是来划水的 那你就问他 咱们学校哪个导师 划水比较容易 对吧 那你说老师 我的目的心很强 我就是来读博士的 那你就问他 大哥我想问一下 那咱们学校哪个导师 我跟着他读博士相对比较容易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选导师的时候 一旦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 你别傻了把唧 问 说哪个 咱们学校 是什么 是做游戏的 对 书的美丽就是做游戏的 比如说你家孩子 放假以后 今天拿手机 这么拿 哗哗哗 真的发信息 你们家孩子把手机 奔腾过来 TV 王总荣耀 做游戏的 做游戏正强不能在 太正强了 腾讯这家公司 现在就是一家 游戏公司 王总荣耀 这家公司 是这些游戏 是天美工作室做的 那个TV就是天美工作室 天美工作室在哪里 天美工作室在 成都 天美工作室当年 王总荣刚开发出来的时候 有多挣钱 一个赵云的剔服 六块钱一个 卖了五千 卖了两个亿 那一年 天美工作室 花年终奖怎么发 99个月的月薪 对 年终奖花99个月的月薪 孩子公司 一万块钱一个月 年终奖花99万 特别猛逼 而这位家 你会发现什么 一个学校 他如果有数字 媒体技术专业 一定放在哪个学院 计算 你拿那个地证 考成是找个作业 他学的作业比较好 他学什么作业呢 叫做水利水利工厂 这哥们大学毕业后 找到一个单位 那单位藏着肯住毕了 叫葛珠瓦舌的水田集团 然后给他发配到了 云南雅鲁高湖江 中越冰境 工地在中国 厕所的越南 拉拔手就得出国 你知道吧 他本来想说 我经历以后找个对象吧 没想到跑到工地这发现 工地那就什么两个女人 一个老板 一个做饭在哪 大概在这思考了半个月 觉得 靠哪个都不过去 后来绝对回来考验了 他第二年考到了 我们汉大学到了 法力硕士专业 现在毕业在中国 中央电视台里 你知道为什么能到 他当时毕业四季都没有过吗 张老师告诉你原因 因为同学 你注意 你的命中不定 就没有四季 你不相信你做生命 你又五星缺四季 我们那上大学 就有一个大哥 五星缺四季 知道吧 四季考了四次 第一次四八二四 第二次四八二三 第三次四八二四 第三次茶碗 他不是眼泪就下来了 知道吧 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 上前害你 是什么 知道吧 他那一分是死活 我自己考了 知道吧 他已经不相信自己了 他干嘛呢 他有一天上厕所 知道吧 往那一天卖牙 他干了一个事 干嘛呢 他找了四个同学 加上他自己五个人 买了一个是自己答案 就指着这个答案不过呢 最后的结果 人家四个都过了 他自己都不过 说明他买的答案 是个真答案 知道吧 这问题是在哪呢 因为我们那上大学 的时候 手机一个东西 还能那些讨论 知道吧 说中间给他发考中答案 结果这边大哥手机没先放 人家都说不过 这个东西都说不过 结果除了靠上手机 都说不过现在 知道吧 感谢您的观看 点个关注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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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